在她的心目中最好是 契兄弟關係 我做兄弟,你做弟 有一天乘地鐵 見到幾個印度小朋友在互馬 不過她的東西這麼有趣 然後撿到她回來的最好笑 當年在那些地方撿到她回來 她很小的 她的樣子又有點像凶塵惡殺 她說要麻煩了,撿到了刀 突然說刀頭過 是承接 動物本身的生活就是靠堅塗 所以她知道你的東西多於你知道她的東西 動物和別人都一樣會做承認 但別人不應該將別人的承認打到動物 你去理解她們都會承認 這個世界應該是一個溝通的世界 大部分人當作寵物是寵物 動物是動物 大自然是大自然 分開來處理 但本身那些東西都是一體 人和大自然相處應該是做學習者的位置 指令的落語就是 揀一隻手指 指指的食物 嘩!嘩!還未成功 嘩!今天看一看 做一個完整的 麻煩你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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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知道的 動物都會分善惡 但就是這麼多 他都會先量的人 他會告訴你 如果有人來探望我 那些好人壞人 動物會感覺到善惡的人 動物會分善惡 他都會応悔 躺下 全部都會分善惡 得到 野心 就從登打